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星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11月11号的教练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美国大选惊奇 挫败还是加强美国民主 川普当选 中国当喜还是当忧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所长方大为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David Firestein 美国之音记者 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 透过电话连线从纽约参加今天节目的 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 程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 陈破空先生 他是透过skype从纽约参加今天的节目 好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观众朋友 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 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 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atgmail.com 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 我们每次会挑选精彩的问题和评论用在节目中 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atgmail.com 好 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这次大选的结果是挫败 还是强化了美国的民主 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 这次大选被视为美国多年来剧情翻转最大的一次选举 其过程跌宕起伏 爆料不断 结果更是出人意料 举世震惊 对这出一年多的选举大戏 中国的媒体和民间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尤其是中国官媒的报道评论中 充斥着美国民主乱象丛生 走到尽头陷入困境等说法 今天我们就先来谈一谈美国这次大选 到底体现了民主的弊端还是优越性 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对美国民主的挫败还是强化 好 我们先从大选的结果来谈起 程晓农先生 我们知道这次的选举 尽管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都一边倒地支持克林顿 但是选民最后却选择了川普 你觉得他们这次选举发出了一个什么强烈的信号 程晓农先生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支持川普的选民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那就是他们希望回归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也就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 那么他们成功了 美国民主制度它的三权分立只是一个制度的外把架构 但是它的真正的实质是它的这个精神支柱 也就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强调民想民有民智 同时强调公民自主 同时不依恋这个政府的福利支出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这个与他们对应的是这个受欧洲影响的 这个左翼的后现代的政治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呢 更大程度上呢 是一种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挑战 那么现在呢 这次总统大选反映了美国传统价值观 和这个左翼的价值观之间的对症 最后的结果是 精英所代表的这个左翼价值观的这个拜登 好的 方大为先生您的看法 我同意程晓农的这个分析 我还补一点 我觉得最强硬的一个信号 就是美国选民要变化 他们对现状 美国的这个政治现状是非常不满的 而且认为现状是一个不可接受的状态 所以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非传统的政治家 可能美国选民发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传统的政治家 现在解决不了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一个非传统的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政治家 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家 才能够所谓的拯救美国 解决美国所面临的这个对外政策问题 还有国内政策问题 甚至于美国的国内存在性的政治问题 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令很多分析家非常吃惊的 那大家都说对现状不满 到底他们是对一个什么样的现状不满 小夏你的看法 我想很多的现状就是对这个 这些年尤其全球化过程以来形成的 上层特别是权贵 垄断权力 垄断金钱 这个非常非常不满 就如果说有人说这个这是民主乱象 这才是民主 就是说民主是什么呢 民主是人民做主 我们也都知道用选票的方式来做主 那么用选票的方式来做主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次 无论是金钱 克林顿和跟川普是2比1的用 是不是 无论是金钱还是人脉 还是媒体 还是各种舆论 通通是一边倒的倒向 倒向希拉里的 只有选票是大量的转向川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特别特别明显 这不就是民主制度吗 民主你还要希望民主什么 你希望民主 是不是就中国说民主乱象 你希望不乱是不是 有能够有一个大一统的方式来调整 那才不乱 民主一定要乱的 民主一定是有大家有不同的思想 可是在这个乱中我们是一个产生一个秩序 你要看这两天是非常有意思 那个川普好像整个变了个人 那么而且是美国的这个 和平交接非常让人感动我觉得 对 你看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风度 各方的表现得非常有风度 最怕的就是那个没有选举 一点也不乱 到时一乱起来政权争夺乱 那是一个就是相反的方式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或者选举学家要写今年的这个大选的话 这个一个剧本或者一个故事 这个书名应该叫做一个人打败了两个党 这就是川普的故事 今年为什么川普会当选 他在权力主流媒体和这个财团的重重包围之下 突出重围 成功的登上总统宝座 完全是得益于美国人民的帮助 因为今年有一个关键词叫愤怒 愤怒的美国 愤怒的美国人 我们看看这个川普这个形象 他这个大嘴无遮拦 这个不断的放炮 怒气冲冲 甚至显得粗鲁无理 恰恰就代表了这种美国愤怒的情绪 对现状不满的情绪 要不仅要回归美国的价值 而且是最重要的是找回美国人的工作 找回美国人的经济 找回美国 以美国为中心的 如果说孤立主义 它实际上是美国主义 所以川普的形象 恰当的代表了这种形象 而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川普是一个亿万富豪 本来工人阶级的代表 应该是个工人 但是却用亿万富豪来代表 这就应验了中国的一句古话 那叫做英雄不分出处 所以今年这个川普的当选 为什么说打败了两个党 他首先是打败了 共和党的建制派 一个撂倒一个对手 后来又打败了民主党的建制派 所以希拉里只不过是 建制派的一个典型的代表 他的印象 他的形象 他所拥有的财团的支持 主流媒体的背书 和现任总统的站台 都是一个建制派的形象 这种建制派 不仅是希拉里个人的失败 是整个建制派的胜利 这就是美国民主制度 长生不衰的活力 一个人可以打败两个党 一个人可以打败建制派 一个人可以打败主流媒体 用美国人民在他背后 好的 那么当时也有很多 比如说中国的媒体就报道 觉得美国作为民主制度的堡垒 那么这次大选是大大的削弱了 美国的民主 而且撕裂了美国的民主 那么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 您的看法 您觉得这次大选 到底是巩固 还是削弱了美国的民主 巩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 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很多人只看到了 美国有三权分立 似乎这个民主制度 永远是巩固的 其实三权分立的背后 它的精神支柱 它的价值观 关键在于美国传统的 从林肯一直到后来的 这个美国的一系列的 这个老的政治精英 为美国划出的道路 主要的就是一条 刚才我前面提到的 明智明晓明友 那么美国国民 对接受这些传统的价值观 在他们心目中 是深深根深蒂固的 当然年轻一代 由于他们在这个 学校受教育的时候 由于老师们 很多人是比较倾向于 这个所谓自由派 也就是这个 新左派的这个价值观 所以很容易受到 老师的影响 但是年轻人 只是占人口的 不太大的一个比例 而且很多人不去投票 因此呢 这个占选民的大多数 特别是这次 愿意占出来的 这个新增加的 5%的选民 他们还是为了维护 和挽救 美国这个传统价值观 也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而在努力 好的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刚才程翔中间 提到一个 美国传统价值观 明智明想的 这些传统价值观 跟今天左派的一些 尤其是政治正确的 这个趋势的一种对决 那么方道维先生 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对 我觉得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 这一次选举 是巩固了美国的民主 而且是巩固了美国人 对自己的民主的信心 就是川普先生 在理论上 不应该能够取得胜利 这一次 所有的分析家 包括我在内 误以为 克林顿会赢 是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这个刚才龚小夏 也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考虑 就是在捐钱上 希拉里克林顿 对这个川普先生的 这个优势是2比1的 是他捐了差不多 14亿美金 而川普先生的 才7亿左右 这个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差距 那么支持 希拉里克林顿的 那个圈子呢 是精英 是所有的最重要的媒体 是所有的最富有的人 他的钱更多 他的媒体的 这个优势更大 但是没想到的就是 反而美国的工人 或者用中国的这个 和马克思先生的话来讲 无产阶级 反而是左右了 这个选举的结果 而且是美国的工人 美国的蓝领 选举了川普先生 这个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的这个工作层次 或者工人阶层 是能够左右的了 一个美国选举 这个是我觉得充分的说明 美国的这个民主 不是假的 而是真正的 对 说到这个 当然很多确实 有很多蓝领的白人 这个工人 或者是工薪阶层 支持川普 把他推上这个宝座 但是我昨天看到 纽约市报道报的分析 就是说 实际上很多白人的中产阶级 就是中等收入家庭 中产阶级 也是很多的 大量的支持川普 那么就说明 他们对于 今天的这个 很多的现状 确实也有所不满 不仅仅光是经济问题 或者失业问题 对 还有很多 我想先引一句 我采访过的一个工人的话 这个工人是 这些年 就不断的失业 原来原来是很稳定的职业 不断失业 不断失业 找一个工作都是临时工 他说了就很有 很有意义 我当时有点后悔 没录下来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那些精英 觉得 或者以为国家是他们的 我知道国家是我的 所以他们这种 就是说你要看 在这次我在底下 采访很多工人 我最感慨的一调 就一条就是 这些工人没有权 没有钱 也真是经常面临失业边缘 经常促进有点悲惨 但是他们那种 国家是我的 那种概念非常非常深 所以这是我很感动的 就是说你在别的地方 很难听到这样的话 很难看不到的 而且就是说的中产阶级 很多中产阶级 这些年是觉得被不断的挤压 尽管他们处于中产 他们中产阶级一点点小事 就把他们推入这个 推入这个无产 或者是悲债阶级的 这个深渊 所以很多中产阶级觉得 就华盛顿目前继续这么做 继续高税收 那个高福利 再从他们身上挤压 他们不愿意了 他们有一个能够发展 要需要一个能够发展 美国经济的总统 我看到纽约时报的采访 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白人 他就说了 他说我感到这个国家不关心我 我感到我的政府不关心我 他们关心的都是什么 少数族裔同性恋什么这些人 当然他说这个是气话 但是他说我是在用我的税 来支持其他的人 所以他对这个现状非常的不满 好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对刚才小夏有句话说得很好 就美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权 没有钱 但是我要补充一句话 他们手上有选票 这就足够了 这就是这个民主制度的伟大 我们看到一个新人 一个体制外的门外汉 一个叫板建制派的 这么一个抗议者 在普通大众的帮助下 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这就是美国民主的奇迹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只有在这样的国度 才有这样的奇迹 我们想想同样的人 同样的情形 方式在别的国家能够呈现吗 比如说在中国 一个体制外的叫板者 不要说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 那只有做监狱的份 比如说那些作家 意义作家 或者是那个维权律师 而在俄罗斯也不可能 一个体制外的叫板者 那有被案 不要说当不了总统 那有很可能被暗杀 你比如说前副总理 库姆佐夫 他成了这个反对派的 一个精神人物 结果就被暗杀 普京的特务暗杀在街头 所以这次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完胜 是美国民主制度 生命力长胜不衰的表现 而且刚才大家讲到这个产业功能 我说不仅产业功能支持 中产业也支持 而且我在纽约发现 很多移民也支持川普 为什么 这里有个达车原理 移民就是买票上车的人 看不惯混票上车 不买票上车的人 合法的移民 看不惯那些非法的移民 哪怕是他们的同类 比如中国的合法移民 看不惯福建来的偷渡客 同样合法入籍的拉丁一 也看不惯大量偷渡 风有而至的非法的拉丁一 所以说这次 在佛罗里达州所呈现的情况 就是移民中的很多人 合法移民拥有投票 拥有票员 拥有选举票 而非法移民没有票 所以克林顿和民主党算错了 他们算错了 他们以为移民会支持他们 结果移民没有卖他们的账 好 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们知道这次 就是说民主 这次的美国民主选举 精英和民众之间 好像有一点差距 尤其是精英的政治正确 和民众的这个 根本就不在乎政治正确那一套 那么我就想问 你觉得真正的民主制度精髓 到底是精英引导民众呢 还是民众选择精英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 在中国也曾经是 有一个争论 就是中国的精英觉得 他们就可以把国家的道路 为这个大众决定下来 因为如果让大众来进行选择 这个选择往往是错误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民主的精神 到底精英和民众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听听您的看法 好的 我觉得这一次 在大选中表现出了一个 非常鲜明的特点 那就是支持川普的普通民众 坚持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他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所谓的谦卑的尊严 所谓谦卑指的是 他们只是提出 我们希望有机会工作来养活自己 所谓尊严就是 他们表示我们希望 不依赖政府的福利来生活 同时也要希望 美国政府用纳税人 提供的有限资源 要优先于美国和美国公民 而不是优先于其他外国人 或者外国地区 那么对应于他们的这种 谦卑的尊严 而这个精英表达出来的是一种 这个掌权者的傲慢 那就是他们觉得话语全在我们手里 政治正确是我们的这个旗帜 然后呢 这个媒体我们完全控制了 甚至互联网在一些社交媒体 一开始也是被他们控制 那么他们觉得 这个所谓的总统选举 就是他们圈子里的一个回转门 今年你下明年我上 今年这个党换明年换那个党 都还是统一批大家熟悉的精英 但是当这些精英和老百姓对阵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是从阶层 从收入 从受教育程度等等来看 支持两党候选人的选民 他们的之间差异并不很大 但是只有在一点上 差异非常明显而巨大 那就是凡是支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选民 81%是支持川普 而相反 凡是支持这个左翼的这个价值观的 那么他们多半是支持 84%是支持希拉里的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价值观决定了选民的投票意向 而不是他单纯是他们的阶层 或者是他们的种族 或者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 因此很多人认为 这个包括希拉里 对选民说 你们是可悲的一群 因为你们支持川普 这个克林顿女士认为她有权利 就是一种自然的权利成为美国总统 而其他的人 她不但认为是没有资格 而且她瞧不起 对 那么克林顿越瞧不起川普 或者是金英 包括欧巴马总统 第一夫人 其他的有影响力的人 越瞧不起川普先生 老百姓越喜欢他 而且这个川普先生讲的话 越粗鲁 人家越感觉到 他愿意想什么说什么 直来直去的这样的一种性格 是很多美国人欣赏的 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精英重要 还是这个老百姓 或者这个大众重要 我觉得是一种互动性的 互动性的一个过程 互相影响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令精英层非常吃惊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一次是这个蓝领阶层 的确左右了美国的选举的结果 这个是很多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 你刚才说到这个傲慢 我觉得还不止是希拉里 我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 也表现出一种傲慢 他们对于川普的知识 往往是一种非常嘲笑的 和讽刺的这个语气 而且即使是在选举第二天 那个美国那个政治网站 Politico 还在说说 我们的看法没有错 只是选民根本就不关心美国的未来 这是他们的评论 我可以再补一句吗 就是那天晚上 11月8号选举的那天晚上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川普先生赢得了佛洛里达 北卡 俄海俄 爱尔华 还有其他的非常重要的战场州 和摇摆州的时候 我看了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标题 他们写的是 克林顿的取得胜利的道路 稍微窄了一点 而没有说 标题没有说 没希望了 没希望了川普先生 很快就成为美国总统 这个就充分的说明媒体和经营的这种傲慢和偏见 对 要补充两句 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后来这个 后来那个时代杂志 他们都说 他们非常非常遗憾 因为他准备好都已经全部排好版的通栏大标题 就是总统女士 对 总统女士 对 但是这里有一点我想 就从深的谈一点 我从中国过来的 对美国社会 对美国价值观最感慨最深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这种人的内心深处的平等 你知道这中国像费孝通先生说是一个差距社会 你在这个社会中你是定位在哪里了 那你们的人格是 比如说你最高那个人格就该高点 最低那个人格就该低点 然后人们之间相互态度 比如说你去饭店叫服务员 你过来 就那个态度非常明显 可是在美国你看到哪怕是一个扫地的 哪怕是最普通的人 他有一个很核心的很内在的这个个人尊严 对 这种个人尊严 每一个个人 我有选票 我有 我老老实实正分账吃 对 就是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个人非常核心的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在这个就是这个精英阶层上升太多 跟全世界 我觉得美国的精英阶层太多受了全世界这个这种专制文化的传染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精英们全世界跑 你看看俄罗斯人 我很多说对不起的时候 中国问题专家回来说 中国的服务真好 美国的服务不行 可不是吗 你在中国骂眼镜服务员是可以在美国 你骂骂服务员试试看 这是不行的 马上就被挨告 他们向你歧视了 对 这个中间就是有一个这种 我觉得精英阶层在全球化范围上 非常非常受这个专制主义文化的传染 所以呢 这也是很大程度上 他们为什么现在觉得美国这些 这些可悲的人 他们还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 现在美国人就我就挺了不起 这样选票 你瞧瞧这是我的了不起的地方 对 好 陈伯工先生 刚才提到这个主流媒体 这个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分析 是这次美国主流媒体注一下的大错 这个大错还不仅仅在这一点 这些主流媒体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 当他们在进行民调的时候 那些踊跃表态的人 恐怕跟主流媒体的想法一样的人 由于今年的主题跟八年前不一样 八年前奥曼尔当选的时候 美国是政治正确的氛围中 而今年的分析是反政治正确 按照中国的这种粗话说 就是去他的政治正确 去他的什么高潭扩扰的人道主义 去他的什么慷慨无度的国际主义 我们就要主张美国主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年是反政治正确 说很多人没有出来参加民调 或者不表态或者沉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主流媒体显然站了出来 而主流媒体犯出之后 拖累了克林顿的选情 因为克林顿被主流媒体所误导 他以为自己当选是独定的了 即便是输口也是稀微的差距 没想到差距那么的大 那么的巨大 尤其是州的差距 只赢了19个州 而川普赢了30亿个州 这简直是一边倒 所以这个对克林顿就放缩了警局 克林顿阵营没有紧急吹票 没有发生危机感 他们一直是老生在在 这个神情之弱 我看到最后一场演讲 他们的总结演讲 这个川普在那边 好像自言自语 都好像自己没有做好 当总统的准备一样 但是克林队带着一种表情 就是严肃的疲惫的表情 做最后的陈述 好像已经是独定了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这个主流媒体 今年负有很大的责任 今年的选举显然是 就是充满了争议 而且是角逐的级练 它注定要再入史册 其中一个重要的再入史册 就是主流媒体的反思和反省 当这个21世纪互联网 兴起手机兴起的时代 主流媒体在做一种民调 但是互联网做了另一种民调 跟他们相反 但是却被他们胡思 而那个 对 主流媒体来说 奥巴马的支持率有54% 那个满意度 我现在表示怀疑 因为克林顿失败 不是他个人的失败 克林顿有体重负担 除了建制派形象的负担 他个人不受欢迎的负担 最重要的是他是奥巴马 茂巴马成了他的负担 奥巴马和第一夫人为他站台 看上去很风光 事实上他不能承受奥巴马之中 奥巴马过去八年 对不起 方大维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 就是这一次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美国的选民和共和党 还有美国的蓝领这个阶层的人 他们不只是想打败克林顿和金银 他们想侮辱克林顿和金银 那么就是通过像川普先生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如果是一个很稳重的 普通的传统的 像Colin Powell这一类的人的话 反而不会赢 但是通过这个像川普这样的 所谓的离谱的荒谬的一个人 才能够充分的侮辱克林顿 和充分的侮辱华盛顿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我现在电视够了 你放心 对不起 陈养农先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在看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对于这个美国的大选 那么中国的媒体报道 往往比较强调 美国社会在这次大选中 所表现出的这个对立和分裂 确实我们知道在大选之后呢 尽管川普和克林顿都呼吁选民和解 但是在不少城市 还是出现了这个反川普的游行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觉得美国社会中 存在这种两极化的价值观 两极化的这种追求 你觉得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种现象出现本身没有办法用好坏来简单的评价 因为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比方讲这个现在的文化精英 多数是在这个1968年的美国的反越战的过程中 自由派越来越活跃的那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或者是他们的老师是那一辈子 因此他们形成的价值观已经很难再改变 那么现在在校的大学生 很多人也是受他们的老师影响 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认为 我们就是政治正确就是天然的 应该是我们对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老师所代表的并不见得是真的正确 因为这个来自欧洲的这种后现代文化 熏陶下的所谓这个左翼价值观本身 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但是在话语优势 在校园优势的情况下 他很多时候已经不能够再进行讨论 那么我注意到这次学生抗议以后 就这些个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学生 表达了愤怒表达了不满 参加抗议以后 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个教授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坦诚的职制分子 他说我们是教育者 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 我们也许需要设备教育 希望有更多的知识文化精英 能够像这位教授一样 同中吸取一些教训 好的小夏 这里就是说抗议者 有一个他们没有给自己提个问题 你抗议谁 你是不是抗议跟你投票不一样的选民 对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不是抗议川普 现在不是川普的事 你出来抗议说抗议选举结果 那你就是抗议别的选民 另外一个呢 我还观察的很有意思 有不少媒体就采访这些抗议的学生 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媒体采访 那学生在这说 哎呀早知道这样我就去投票了 你连公民义务都没进 你没有投票 你抗议什么呀 对 说得很好 好 陈伯宫先生 我觉得一个社会出现分歧 出现两极化很正常 这就是两党政治的来源 两党政治的背景 另外很多国家还有多党政治 多种那个价值去 我觉得两党的价值本身的价值核心 并没有什么苛求的 只要在民主社会都可以共生 民主党的核心价值是照顾弱势群体 照顾贫穷 或者说对移民啊 这个这个女性啊 进行包容等等 这个也没有什么无可厚非 那么共和党的传统价值 主张勤劳 这个也以资本为中心 同时主张这个国家充满活力等等 这也没什么价值 无可厚非 关键的是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 走得太远了 八年前奥巴马打住 就是改变的旗号上台 但这个改变了什么呢 改变了就说是把方向都改变走了 你比如说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医疗保险 这个健保盘就是一个灾难 任何人参加了这个保险的计划的人 都知道是一个灾难 你在不断的交钱 你却这个看病的时候还要交钱 而且医生也不满 成本很高 而且你如果是不买这个健保 还要被发款 这是强制性的 像这个东西 财富接近到哪里去了 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而且把这个成本啊 巨大的堆高这个成本 对美国社会非常危险 我们看到了欧洲那种 这种高度的福利制度 所带左翼所带来的 欧洲的这种经济的停滞 甚至崩溃 希腊的破产 对美国就是一个警讯 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次 川普的张写 是一个有力的矫正 是一个有力的扳回 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就是从太左的路线上 往中间调一调 往美国的传统价值 核心价值调一调 另外从那个太这个 就是说这个泛滥的 所谓的国际化 所谓的泛滥的自由主义 往中间传统价值 保守价值条条 这种调整 只有美国民主制度能做到 说这次是宁静的革命 美国每四年或者八年 就会发生一次革命 通过选票的革命 不流血的革命 和平的革命 宁静的革命 只有这种制度下做得到 如果在中国 我们看不到这样的革命 如果有这样的革命 一定是暴力的流血的 一个阶级打到另一个阶级 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 甚至人把人关进监狱 甚至屠杀这样的情况 所以在美国做到 我觉得美国制度非常了不起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再补充一句 请讲 根据一些媒体 对抗议的大学生的采访 和高中生的采访发现 其中有不少抗议者 其实这次没有参加投票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 某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 那么为什么不参加投票的人 他也要去那么强烈的抗议 我觉得这里面 体现了一个东西 就是年轻一代 本来就有天然的反叛 特征和反叛的潜意识 所以这次抗议活动 其实是给年轻一代 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也许有些人参加抗议 并不是真的对两党 或者对美国价值观 有很清晰的认识 只是说这是一个闹的场合 好的 方大维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上街游行 和表示抗议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强调的方面 就是他们上街游行 不是表示对这个选举结果的 正当性的怀疑 或者是他的合法性的怀疑 而是他们不喜欢这个人 而且他们觉得这个人 能够取得胜利是不可思议的 他是一种感性的一种发泄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没有一个人说 这个11月8号晚上的那个结果 是不合法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明 美国老百姓 哪怕是不喜欢川普先生的那些人 对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的信心有多大 对 我想最后我谈一点 就是过去两天的感受 就是我们看到川普和希拉里之间的互动 然后川普和奥巴马总统的互动 我是非常的感动 就是各方虽然在选前互相攻击 但在选后都是握手延欢 而且这个权力的交接 大家都是说我们是以美国为先 我们要抛弃我们的这个政见不同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美国是非常伟大的 就是他不管怎么样 在竞选的时候是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冲突 但是在之后 大家都体现一个非常强的政治风度 在这一点是很感激的 权力和平移交 对 权力的和平移交 这是真正伟大的事情 对 好 陈破公先生 你还没有最后的评论 对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 刚才主持人讲的 这个竞选之后大家的互动 比如说那个 克林顿那个川普 当选的川普 马上放弃了他这种粗鲁无礼 和那种乱放炮的一个风格 马上对竞争对手表示了赞扬 说竞争对手赞成他为 长期为美国的贡献 克林顿 还有他艰苦卓绝的竞选工作 而且说了句话 他说我是真心说这些话的 而克林顿表现的风度就是说 他说请大家用开放的心态 给特朗普川普一个机会 让他来领导这个国家 而奥巴马怎么说 奥巴马说 大家都知道我跟川普先生 公开的分歧 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我确保依据宪法 权力平稳和和平的过渡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美国 一切都选举完了 一切回归正常 我觉得学生的抗议 民众的抗议 给川普也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你有那么多的承诺 比如说你在奥斯蒂宝 有一个演讲 在两周前 进学两周前 你一上任就有五点主张 七个措施 还有这个百日新政 那么你就要去兑现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如果你不能兑现你的承诺 或者你的改变是 美国走出另一个错误的方式的话 人民同样可以用选票 像这个对奥巴马说不 对克林顿说不一样 同样对这个特朗普说不 说人民的抗议 恰恰证明这个民主制度的活力 将长胜不出来 将继续下去 历史不是一个终结 在美国仅仅是一个开始 而它始终让美国 处于一个蓬勃的政治气氛中 好的 有关美国大选结果 到底是强化还是削弱 美国的民主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川普当选 中国当喜还是当忧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